諸葛紫棋婚姻亮紅燈 薛家倫鐵敏華 誰先離開誰 從前指稱諸葛亮第六十三代後人的諸葛公主 和牛威薛家義少結婚三年 婚後生了小王子冰麒麟 諸葛公主自從加入浩門 近年轉為女強人 搞聲韜國際娛樂 唉,公主 恩主 搞得生意 情長失意 我們今天問過薛家義少 她和諸葛公主的婚姻狀況 我正在做事,我不方便 小心 小心 謝謝 不過昨晚薛家倫是有話說的 事緣呢 她昨天忽然在微博留言說天氣終於轉涼 是不是狂風暴雨過後 就會涼風刺骨呢? 說天氣只是開啟 重點是薛家倫轉發的鐵紋 說現今的女人在男人眼中變得越來越現實 又說現在最常聽到是哪個老婆拋棄自我的老公 選擇另一條開心的路 文中又說婚姻不是一個人 是兩個人心的歸宿 如果只是一個人單方便付出 時間久了看不到期望 就不要怪女生去尋找屬於自己的愚悅 內容又指 誰先離開誰都不重要 婚姻 亮紅燈 說開又發現諸葛子琦的微博近來貼了不少忙做生意的照片 薛家倫15日前都在微博稱讚 諸葛子琦寫自己忙於工作的留言 難道支持另一半去走自己的路? 好嗎? 好嗎? 好嗎?